培根炒豆苗 哈喽 大家好 西洋菜脯每日分享 今天分享培根炒豆苗 首先我们看看要准备的材料 豆苗大概一磅多一点 一磅多一点 还不到一磅半 然后这个蒜蓉要多一点 一点点的扫辣椒 还有我们的培根拿三四条出来 然后切成一个小方块这样子 现在我们先把那个培根 塞一点点的油 把它煎一下 把它的油煎出来 然后去利用这个油去炒豆苗 因为豆苗比较吸油的 这个培根那个油煎出来 它那个油很香 然后来炒豆苗 刚刚好吸收它的油分 这样子豆苗又香又好吃 然后培根那个油又出来了 好了看见我们的贝根了吗 你看你看它的油出来了 蛮多的你看 你看我们就先把那个贝根拿起来 那我们利用这个贝根炸出来的油 去爆炸那个蒜蓉 那一点点炒辣椒 然后把那个素苗 然后把那个素苗 先把盖盖上 好了 两分钟以后我们打开盖 把它翻出来 刚才看起来看起来很多素苗 现在好像很少了 把它捞一下 你看刚才看上去很多油 你看全部被它吸收了 现在 然后我们开始调味 大概四分之一的茶 茶匙的盐 没有换钱啊 好 少许的糖 大概三个小时的鸡蛋 然后捞鱼 然后我们再放这个培根下去 再捞一下 好啦 培根炒豆苗 炒豆苗 就完了 最后我们还要 上个一点点酒 让它有点酒香 一盏酒就很香 有点酒的香味 好 好 我们现在上菜 光火 好啦 上喷喷的 培根炒豆苗 就好了 哇 现在好香 希望你喜欢哦 好 我会让你来 一杯 一杯 两杯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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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